好 另外看到这个马特尔经纪公司想红娱乐 一次涉及了教唆艺人未证 目前呢 这个台北地解署在侦查当中 但是这公司现在遭到外界质疑了 是不是呢 没有危机处理能力 另外还引起了茶壶里的风暴 根据了解 想红目前呢 呈现鸟受散的状况 员工跑光了 公司只剩下股东 脸书上还贴出要急增员工的广告 而原本的这个艺人呢 何嘉文 吴文轩 真理 也因为都不满这公司没有规划 通通不许愿